哪个地方的女性在化妆品和护肤品上花的钱是世界上最多的 给你两秒钟时间猜一猜 答案是C 有报告指出沙特阿拉伯女性每年在化妆品上的花费是中国女性的9倍 凭借着石油一夜暴富 中东人的购买力不容小须 这个欧洲东部介于远东和近东之间的地区 成为中国电商的病家必争之地 但手握巨资的中东土豪们买买买的体验并不好 当我们早已习惯次日达的效率 中东土豪却只有归宿达 从首都利亚德积包裹到沙特第二大城市积达 可能需要15到30天 要知道他们相距只有1000公里 相当于广州到上海的距离 不行也只需要11天 这也就意味着谁搞定了物流 谁就搞定了中东电商 那么在如此落后的物流条件下 一件中国快递究竟如何在沙特完成1000公里的旅程 这里正是亏本送快递的极兔速地沙特总部 占地1万平方米 每天最多能处理20万件包裹 是整个中东地区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物流中心 所有通过极度下单运往沙特的中国商品 都将从这里开启最后一公里的配送 然而寸土寸金的中东 电商却仅占GDP总量的0.71% 要知道世界平均水平是3% 而发达国家更是5% 所以高互联网渗透率与低电商渗透率的错配产生机会创口 物流便是环节之一 一般中东末端配送需要1到3个工作日 而成本占到整个物流成本约35% 相比于国内物流你死我活内卷价格占的市场 中东仍是一个将蛋糕从0做到1的初级阶段 Womda Capital曾发布数据指出 沙特的物流成本可高达中国的20倍 为什么中东尤其是沙特地区的物流成本如此之高 中国的快递玩家们在国内面对两大问题 高度同质化和规模效应强 而在中东却不复存在 在这里首先需要解决物流业三个温饱问题 谁来配送 土豪住哪 怎么支付 中东地区分布着大片沙漠和山丘 导致物流订单分散 当中国人早已习惯物流小哥骑着电瓶车走街串巷 而在灰金如土的中东基础设施薄弱 快递小哥甚至还得用骆驼作为交通工具 进行最后一公里的派送 除此以外 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文化习俗 当地女性以家庭妇女为主 被限制与陌生男性接触 即使是取快递也不被允许 曾有本土物流公司Vatcher 曾雇佣女性作为物流配送员来解决问题 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配送的女性快递员依然需要有男性亲属配同 相当于同一个快递 物流公司需要雇佣男女两人一起配送 成本无一骤增 那么中国快递公司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们放后面来讲 摆在中东物流面前的第二大难题就是 邮政地址缺失 很多远离市中心的中东土豪 压根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 中东偏远地区的客户在填写地址时经常十分混乱 比如填写一个模糊的位置 某古迹旁边 紧挨着某某超市 甚至有人压根不知道自己住哪 因为就连当地政府也没有明确清晰的地址系统 所以物流公司们甚至会处理只写着迪拜售的包裹 快递小哥的内心可能是 为了这个问题 吉兔设计了三段码系统 以这个布莱黛西南40公里的包裹为例 根据包裹上的三段码 它会先被送到沙特首都利亚德南部的转运中心 机器识别分拨后 它便会乘坐干线货车 经过8小时的车程 来到400公里外的布莱黛包裹集散地 到达后 将由负责相关聘区的快递员联系客户 明确具体地址进行上门配送 但当收件人电话不接 或电话号码填错时 那这些办法也无济于事 为了解决中东土豪 不知道自己家住哪里的难题 一位中国女性创办的iMail公司 定位便是中东顺丰 对中国创业者而言 难题就是机会 资产了多年配送经验后 iMail聘请了100多位技术员 搭建了一套持续更新的数据库 当送货员拿到客户模糊地址后 首先会在系统里匹配最接近的信息 派单给相应骗区负责人 然后iMail会通过系统前置地发送WhatsApp信息 让客户提前确认送货时间 避免女性单独在家无法收获的困境 同时发送的链接里还会嵌到上Google Map 并提示客户在地图上进行标注 这样更准确的收获地址会形成正反馈 即便用户地址不完善时 也能根据历史下单信息或关键字搜索进行派送 当包裹终于来到中东人家门口时 这场送快递也来到了它的关键节点 因为接下来可能要面临顺利签收 不想要的拒签 钱不够的拒签 在中东 80%是一个非常高的签收率 但部分区域只有35%的快递能够顺利签收 另外65%则要无功而返 这就要说到中东人对现金的一种执着 土豪会开车带着现金去给喜欢的主播打赏 普通人发薪水甚至也要用麻袋装 所以现金仍是中东的主要支付方式 并且中东电商起步较晚 也没有一个像国内支付宝微信这样的统一线上支付平台 再加之只有少部分本地男性能够办信用卡 因此当地非常流行COD及扩到付款 简单来说 中东土豪下单后 它并不需要付钱 包裹便会由快递公司千里迢迢送上门 然后当场收取货款和运费 最后再有快递公司将货款返给卖家 所以当货物跨越5000公里 花费十多天到达中东土豪家门口时 为此没有掏过一分钱的土豪 可能早已忘了自己买过 或失去了冲动消费时的渴望 也有很多情况下 当包裹到达时 购买者的钱没了 当地创业者表示 在中东有着两个区别明显的群体 本地或外来高收入群体 和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兰的劳工 老公们每周五领薪水 如果货物是周三到 那么大概率要被退回 被退回的包裹 可以在物流公司的仓库中 免费停留10到15天 等待它的命运 销毁处理 等待再售 或是退回国内 对于卖家而言 损失货值 仓储费用 退回运费 都是不小的成本 卷到暗无天日的国内快递行业 出海可为快递公司们的唯一曙光 所以在中东又能看到中国物流巨头们 齐聚一堂的奇幻场景 菜鸟主公资源整合 京东埋头造仓库 顺丰一改国内的指引模式 和沙特企业合资成立 埃捷入局 年轻的i-mail 立志打造中东的顺丰 面对最后一公里阴难而上 还有2022年起往的吉兔 虽迟弹道 中东快递 必然是难堪的骨头 但躺在石油上的热钱 将是最好的回报 而龙争虎斗的中国快递 谁又能成为神仙打架的最后赢家呢 谢谢你看到这里 我是本期课题研究的同学徐一青 你的点赞关注和转发 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